我找任何人我都能对他好 我都能让他心满意足的 我都能让他官官的把钱交给我 哈哈你大妈还得是你大妈 直呼拿捏老头他手拿把架 老娘我就是有这个自信 让男人心甘情愿上甘子给他花钱 这个大妈之前上过一次咱节目 张淑华67岁李懿 退休金2.2个欠有方 因为潇洒和优美的新疆舞 也是俘获了好多位大爷的心 是他的兴趣爱好 也是拿捏老头的必杀技 这不今天他又给咱红娘展示起来了 哎呀 太好看了 哎呀 这身装扮真的挺像新疆人的 再加上这个小卷 对 要不你干啥得穿一张 这还得带一个小玫瑰花 哎呀 太好看了 衣服啥的都是买的 买的啊 嗯 那我给你翻个裙啊 好 买的点 期待点 好了 咱就先看到这吧 别一会儿楼下邻居上来举报你 穿着高跟鞋老嘎吱嘎吱响 有没有懂行的老铁大妈跳的咋呀 老弟反正是不懂欣赏不了 距离上次兴趣也大半年过去啊 人家的择偶要求也比上次高了些 你说我都六十六七了 嗯 那就七十七十七十多点也行 就主要是看看那个人的状态 收入得差不多少 怎么这么感觉怎么也得四千块钱左右 啊 其实吧我现在为啥我现在想找了呢 我现在的心态跟以前有点 我感觉有点完全不同了 你假设说我现在找一个 找一个伴我挺喜欢他的 我们两个生活的就说 哎呀挺挺好的啊 然后我就可以不出去了 柴米油盐了 对 没啥事咱俩做点吃的 两个人一起走走溜达溜达 那你愿意旅游 那我就陪你去旅游 你要不愿意旅游我也无所谓 四千的要求也不算太高 毕竟男同志工资低了 也养活不起媳妇啊 是仗见走天涯 还是一乌二人三餐四季 都随你老娘就使命陪君子了 于是红娘根据张大妈的要求 找到了方宁六十八岁有点小矮个的 丧偶男秦汝稀大呀 你好你好 不行啊 不用换钱不用换钱不用换钱 不用不用 我都里有鞋套 不用不用 这鞋套啊不用 大妈一句长得不凡人 也是给老弟笑得肚子疼 哈哈听到这老两位的评价 大家多少能看出来点啥 瞅着大爷的长相和外表来看 大妈配他是戳戳有余了 大爷的评价倒是蛮高的 毕竟这样漂亮的女人光临寒舍 也是令贵妇蓬毙生辉的 这不为了欢迎大美女的到来 秦大爷一早出去买菜 狂狂摆制了几个菜 爹我来看看 闻着了闻着了 一岁挺好我都看见了 给爷做的呀 给你们仨做的我接管 不是之前就是一直退休之后 也没闲着是不是说 没有吧 从退休一直干活来的 就挣钱了 不挣钱待不住我家 挣多了 用用我帮你熟熟 就是爱笑完了也爱开玩笑 哈哈在玩笑中先铺垫 开朗的后面有把小刀 大爷此时已经身陷大妈的温柔香 看见美女都走不动道了 琪琪提一下子的武大郎 你去演吧秦大爷 我感觉你不像是演的像是真的 这个大妈就像那个潘金莲 老铁们觉得他俩像不像 像的扣仪不像的扣眼珠子 还是赶紧去餐桌上米西米西吧 不然大爷这点夹底子一会就给笑眉了 等下我再给你长成图 我先做吧 我都吃完了 别做了别做了我都吃完了 你吃点肉吧 你就吃完了 我一会尝一块 但是我不吃饭了 老有食欲了是不是 我先尝了 来来来来 先尝哪一个 这么吃吧就吃这样 只能吃一块 不是我跳肥是这样好吃 好吃 但是你这太咸了 你不能吃这么咸 太咸了你看 你这吃菜就这么咸了 你这吃菜就这么咸了 我先把鲜一下 我先把鲜一下 就咸点了 我觉得还赢 那可能我好胸 但是我年龄大了 我 我不能 我还是完美咸的吃 你一定决定 我吃很淡了 吃 你吃 人吃啥 他说淡的做淡的 人熟了 如果要是你喜欢吃淡的 人熟就做强了 那不是问题 如果说就是在一起生活 那倒是可以调整 哈哈老头这是真相中大骂了 不管是咸的淡的他都可以 就是借了红烧肉 他都不带大科迪 老弟才看到原来就整了这一个菜 我还以为你怎么着演的摆制四个菜啊 你这属实小家子气了不认 多少再摆个花生米啥的算两个菜 他还看到大爷嘎嘎往嘴里炫肉 一会给老弟看的都饿了 今天我高迪也得让我妈 给我整顿红烧肉吃吃铲的 可以看出老头的最爱就是吃肉肉 不过大爷讲话了该吃吃该运动运动 管不住嘴蛋咱可以卖的开腿 肚子吃饭不烦 肚子吃不烦 肚子吃不烦 吃饭挺好 我能吃他身体就好呗 说下闭嘴你听她锻炼身体 你要挺有劲啊 反正还行啊 也举不起来 不掰 就这么有 你这样有啊 就这样了 就这么整五十下 哎刚才我问的那个爷 说感觉你身体挺好 身体背败吃吗 行了说 行了给点红烧肉一会 不吃 别看大爷个头不大呢 人家游起来杠铃也是嘎嘎的 一拿起来这瓦衣就根本杀不住车 要不是红娘老妹寒死到扑 她能游一百个没啥问题 真是逮出个机会就疯狂展示呀 也不难看出大爷是真的对她动心 眼看现场的气氛已经烘托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大爷就开始对大妈开起表白公事了 你看家人说的 家人说赵老板 家人说金工钱工资 那好了是什么你都我的 你看我俩做好了 那家人说花呗 那我专家给她花 专家就给你花 那我一相同的工作啊 夸她就算 对呀 那真的好事 那真的好事 那你一世都很 那那多好啊 假如说我俩在一起 我也肯定对她好 我找任何人 我都能对她好 我都能让她心满意熟的 我都能让她官官的把钱交给我 那不瞅着真好 那说就说吧 那如果要是演员不好 你就不会说这个事 那咋的不好 那不是有关系 今天的大爷大妈都挺真诚 人家要啥想啥都说的明明白白 也不藏着爷子装逼啥的 男人就是看脸看身材的生物 女人就是看中老头的钱兜子 只要舍得花钱当冤种五大郎 也能找到媳妇 不过找漂亮媳妇最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怕她只要人还值得回家就不错了 现在俩人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 就差红娘帮着给说一嘴的事情了 我去这大妈脸皮鼠时候啊 性格开朗的多少有点过了 叽叽喳喳的老弟有点接受不了 琪琪就喜欢那种性格温和有教养的女子 有喜欢老弟的没咱们私底下落 正当红娘以为俩人就要留联系方式时 大妈这边又开始整腰窝子了 这人也挺好 就是我没跟你说 就是没种不足就这一点 真是就是这个个儿 我真是有点 自己有点过不了这个关 见得挺好的 过日子 你也说那个钱拿点 都可以放女方的 百分之百好 我都敢拿保票 你说咱这个找老伴 不就是想找一个对自己好的 其实你说的我都认可 我还希望就是还想找一个下一次的机会 我喜欢那种呀 就是魁伍 我应该仰视 你再给我找吧 要不然你说我刚进来 我然后一下子就 我还觉得后边我有点那个 心不甘 对不甘 如果说我要碰壁了 然后我再找你 他没找我也没找 完了你带给我们 再戳个 行不行 你哥这给我俩倒闷的呢 吃也吃了 完了完了你说再丑瘦 很明显就是对大爷的个头不满意 觉得自己这模样配给他可惜了 这不是蠢蠢的骑鱼找马吗 你拿起木组当你的跳板吗 刚才早干啥去了 一直欲去还饮的 该说不说你整个出属时不值钱啊 你说我是今天咱俩就先 先牵手十块 我就总希望有点机会 完了 哎呀呀我 看看还有没有 你说我没办 你说我没办 是不是啊 完了如果要 完了等两次没有 没有啥 那时候你也没找 我也没找 我就我再找千金 行行 完了 没做的 你理解我 理解 我太理解了 女人挺好听 挺长的 机会不破碰 就是如果要躺了 她要是越找着的话 你这头也得单身 那你这头 行行 还给机会 给 我没找着 那她给你机会 那两个人认识也算是个人 对 没准备 没准备 对呀对呀 有机会上我家窗门去 看中老年相亲 真能给气坏的 口着属实挺气人的 你这不是来找老伴是给自己找被胎呢 把秦大爷当成他案板上的肉随时带在 刚开始挺热情 故意吊着老头的胃口 最后人家表白动情了 他又说在跳跳 我去你奶奶个腿吧 赶紧给我走人 这大麻一瞅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大家觉得七七说的对不对 看完这一对老铁们有啥不同看法 欢迎在下方给老弟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精彩再会咯